下一題呢? 下一題呢? 差不多 可是他麻煩一點、囉嗦一點 他沒有告訴我A 但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右邊的1.5公尺 落下來 總共要花一秒鐘 一秒鐘 就是回到古時候 出數是0 走1.5公尺 花一秒鐘你可以算誰? 你可以算加速度 那你就有A了 F等於MA 又回到剛才F等於MA 他就是比之前的 再稍微囉嗦一點 就是把一個條件 不告訴你 請你自己算 用你上一張 第一張學的內容 一人再算速度、加速度 時間跟位移 請你算 那這個走1.5公尺一秒鐘 的算加速度 我們之前一遍習過很多遍了 我們這影片做很多遍了 那你就想一想嘛 好,實際上有告訴你Furr公斤跟5公斤 然後放下來 封下來 請問你摩擦力 做法跟剛才基本上是一樣 只是 剛才有告訴你加速度 現在沒有告訴你 請你自己算 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禁止出發 走1.5公尺 挖一秒鐘 你還記得我自己算加速度嗎 然後 就跟 有了一個跟剛才完全一樣 跟剛才完全一樣 是 停車 戰界問 沒差勵 有什麼 來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這男生 女生 有 10號 10 你選A喔 A 很好 我喜歡 答案選A VT圖嗎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嗎 一秒鐘著地 速度V 不知道 然後VT圖 面積球位移啊 面積就是三角形 面積底層一高 除以2啊 所以叫做 3 當時速度是3 然後咧 用掉了面積 球就剩下誰 直線球 加速度嘛 帶進去 DT DV 計時開始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2 0秒40 1秒是3 所以算出來加速度叫做 3 好啦 然後就跟剛才完全 一樣 F等M咩 我A我算出來啦 要求F嗎 F等M咩 F是外力的合力 就是右邊那個 法馬 扣掉的重力 扣掉我的摩擦力 M就是我全部的 A就是B加上5 B加上5 這就是我全部的質量 A就是我剛剛算出來的加速度 量了到次到的加速度 然後就認真努力做 往裡面帶 5乘9.8 為什麼要乘9.8 因為它是5公斤重 要換成牛頓 要乘9.8 扣掉摩擦 不知道 等於加起來 8加5 然後乘以我的 A叫做3 剛剛算出來3 然後就是小小的數學 小4就會算的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錯出來了 10牛頓 沒有什麼特別 你們心目中所謂的難題 就是 把一些條件掃給你 然後你就把它找到 就是你們稱為的難題 如果我就說一轉 一個彎轉兩個彎轉 三個彎這樣子 其實 一步一步慢慢想 重點 什麼叫F等M咩 重點 老師說 一個問題問自己三件事 你有沒有徹底的了解 你有沒有徹底的了解 然後呢 就往裡面找到 往裡面放 答案就出來了 並沒有什麼特別 OK 可以嗎 可以